8. 是普通疑惑 内分理事 心性 物证 宗教 持咒 出家 伴佛 戒律 中因 仕途 设立 必相 境界 神通 外道 圣缘诸句 以下论理事 事出世间之理 不出心性二致 事出世间之事 不出因果二致 断无有无因而得果者 亦断无有做善业而得恶果者 见正边 劝爱惜悟命说 众生成久界 如来正义成 与心性毫无增减 其所以生成迥异 苦乐悬殊者 有因地之修德不宜 至果地之受用各别耳 惨阳佛法 大非意识 中必大名乎心性 此理事 所必然也 正 与佛学报管书 净土 约事 则始有至极庄严之镜像 约理 则为心所现 两以心清静故 至使此诸境界 惜清静 离语事 故不能分章 不过约所众之意 分事分离耳 如但详看宗教 不宜混乱论中 真熟二弟之文理 即曰尽所为之意 自可了之意 论中 真熟二弟之文理 即曰尽所欲之意 以踩入本边 论宗教一节 悦之即之 编者静著 事理二法 两不相离 有有静心 方有静静 若无静静 何显静心 心静 则佛土静 事明心聚 若非心聚 则因不敢国矣 三 驸马中道书 以大物 亦法不利之离体 力行万恨 元修之事工 方是空有元荣之中道 空泄脱人 以义法不修为不利 诸佛称为可怜民者 年迟大时云 着事而念能相续 不须入品之功 直理而心识未通 难免落空之祸 以事有协理之功 理无独立之能故也 无人学佛 必须及事而成礼 及礼而成事 理事原容 空有不二 实可原成三昧 了脱生死 若自为我及是佛 直理废事 差之原意 当用力修持 一心念佛 从事而显理 显理而人注重于事 方得实意 三 习斋法会法语 四持者信有西方阿弥陀佛 而未答世心作佛 世心世佛 但已觉知 愿求生雇 如子一母 无实占妄 此未达理性 而但依是修持也 理持者 信西方阿弥陀佛 事我心聚 事我心照 心聚者 自心圆聚此理 心照者 依心聚之理而起修 则此理方能彰显 顾名为照 心聚即理体 心照即事修 心聚即事心是佛 心照即事心作佛 事心作佛即称性起修 事心是佛即全修在性 修得有功 性得方显 虽物理而人不废事 方为真修 否则便度直理 废事之狂妄之见矣 故下约 即以自心所聚所造弘明 为细心之境 宁不占妄也 此种解法 千古未有 实为机理霜气 理事缘容 非法生大事 俗克真词 以事词众位物理 岂能出于理外 不过行人 自心未能原物 既物焉 则即事事理 其所物之理不在事中乎 理不离事 事不离理 事理无二 如人身心 二具同时运用 断位有心与生 彼此分赃者 达人则欲不融合 而不可得 狂妄之见 直理废事 则便不融合已 正 赋马气息书 九 此心周辨常恒 如虚空然 无人由迷染故 启诸执着 譬如虚空 以物障之 则便不周便 不常恒已 然不周便 不常恒者 乃执着望现 岂虚空果水比 所障之物 遂不周便 不常恒乎 是以凡夫之心 语如来所证之 不生不灭之心 了无有益 其异者 乃凡夫迷染所致耳 非心体 缘有改变也 弥陀净土 总在无人一念心性之中 偶失所谓 信自信中 使有西方现成佛道之弥陀如来 唯心中 使有庄严之极乐世界 身心宏愿 绝至求生 即是此意 编者静注 则阿弥陀佛 我心本具 既是我心本具 故当常念 既能常念 则感应道教 修德有功 信德方显 事理圆容 生佛不二矣 故曰 以我具佛之心 念我心具之佛 其我心具之佛 而不应我具佛之心也 正同上 此之心性 具无量德 不辨随缘 随缘不辨 再凡不简 再胜不争 由迷雾之不同 至实界之差别 即此实界 依依无非 心具心造 心作心事 求生西方 即真无生 以生乎心具心造 心作心事之西方 非比直理废事 空有其名 实无其境之西方也 乃决定生 而无有生相 决定无生 而无有无生之相 知生无生也 以信愿念佛 求生于自己 心具心造 心作心事之西方 故故虽生 而无有生相 虽无生 而不住无生之相 此生无生论之大之也 三 净土生无生论 讲义序 即兆不二 真俗原荣之意 下文即为发挥显示 何不提认 以求了解乎 今先将此四字之意说明 则字 事如破竹 亦了俱了矣 上说无心 本具之道 与无心 固有之法 原是极造不二 真俗原荣 何名为极 即无不生不灭之心体 有生灭 便不明极 何名为造 即无 寥寥藏之之心相 不寥寥藏之 便不明照 何名为真 即常及常造之心体 原是真空无相 义法不利 何名为俗 俗即假意 为虽则 义法不利 而赴万法俱备 万得原章 万法万得 即事相也 事故民俗 即即事体 造即是体之相状 与利用而 此体相用三 原是义法 据此三意 故曰即造不二 真即是理性 俗即是事修 此理性本具事修之道 此事修方显理性之德 所谓全性起修 全修在性也 故曰 真俗原荣也 下去 离恋离情 不生不灭 为此即造 真俗之体相理事 均皆离恋离情 不生不灭也 相关下欲 并所断之数据 自可了然于心意 如人不了 则是肃欠修习 但自成恳切 持佛名号 待业障一消 则明如光火 必有相事 而孝之一日也 三 付业聘成书 福 三地 三观 乃佛法中之刚要 约理性说 则明为地 地即理 约修持说 则明为观 观即修也 真地 亦法不利 俗地 万法原备 观真地之理 名为空观 观修地之理 名为假观 空观 乃观其义法不利之 真如法性 此并空有两空之空 此即新经诸法 空相之空相 不但色空 空空 并菩提涅槃义空 若有义法不空 不明真空 此三观空观之空 何可以 万事不管 不作当之 俗地之俗 非比俗亚俗之俗 乃以建立施舍 明之为俗 假意非真假之假 亦建立施舍之假 观修地之理之观 名为假观者 以真地 亦法不利之性体 原具六度万恨 诸法原备之功德 此即新经 诸法空相之诸法 何可以凡夫当之乎 凡夫 乃苦及二帝所设 此空甲 乃原教原妙道理 二臣尚非其分 况凡夫乎 续 赴江亦元书四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四句 最难领会 诸家所著 各书所见 依光于见 色当体不可得 空其有空之实际 可得乎 下二句 从事上二句之意 时 即色与空 君不可得耳 受想行事 亦复如是 即是照见无运皆空 无运 即皆不可得 即是真空实相 故曰 是诸法空相 此诸法空相 故无生灭 构境 增减 即五音 六入 十二处 十八界 四地 十二音源 六度 即智慧 与涅槃耳 涅槃 即得字之实际 为其实相中 无此凡胜等法 故能从凡至圣 修应刻骨 譬如 悟空 方能助人 若其不空 仍何游助 游空 而方可真修实证 若不空 则无此作用 则无此作用耳 切不可误会 误会 则破坏诸佛正法 以礼为事 失明协见 不明知法 以详思之 绪 须覆念佛 居士书 观世音菩萨 以身般若 照见无运皆空 无运 即白法之略称耳 既见其空 则无运 西成 深波 而以 内之根深 外之气界 无运包含 境界 能见其事空 则及无运 离无运 法法头头 皆是大 谢托法门 大涅槃境界 以 见正边 傅林波 某居士书 如佛光一照 群暗揭消 更无少暗之 或留者 学道之事 是此观要 则信向显密 稀释易如 否则 随语生子 了无止归 入海算杀 徒劳辛苦 三 白法明门论 讲义序 大般若 广约佛法 众生法 以明心法 有六百卷之多 此经 略约心法 以明佛法 众生法 文锦 二百六十字 而始法界 因果事理 无不必聚 以约色伯 了无一意 若约而言之 则照见 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二句 复为全经枢纽 在约而言之 指一照字 便可法法原章 法法原闽 章闽聚集 一针彻路 曾可谓如来之心印 大藏之刚中 九法界之指南 大般若之关键 义不可思议 功德 义不可思议 正 心经浅解序 以下论心性 福 心者 急急急躁 不生不灭 阔彻灵通 圆融活泼 而为世出世间 一切诸法之本 虽在昏迷道祸 俱富凡夫之地 直下与三世诸佛 敌体相同 了无有益 故曰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但以诸佛 究竟正德 故其功德利用 彻底全章 凡夫 全体迷背 反承此 功德利用之力 于六尘境 其贪嗔痴 照沙盗淫 因祸造业 因业感苦 祸业苦三 互相引发 因因果果 相续不断 经成典节 长寿轮回 众欲出离 莫犹也已 欲如暗事触宝 不但不得受用 反至被比损伤 离心逐境 背绝合成 亦复如是 如来敏之 未说妙法 宁其反妄归真 副本心性 初则 急妄穷真 次则 全妄急真 如风袭波成 日暖兵叛 即波兵已成水 波兵与水 原非二物 当其未成未叛之前 较比 继承继叛之后 体性了无二致 相用十大悬殊 所谓修德 有功 信德方显 若违藏信德 不是修德 则尽未来 即 永坐图具佛性 无所适护之众生已 故般若心经云 观自在菩萨 行身般若波罗密多时 照见无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福无蕴者 全体即是 真如妙心 但由一相迷背 睡成幻望之相 望相继承 亦真即媚 亦真即媚 诸苦俱极 如风动 则泉水成波 天寒 则极柔成刚 照以甚深般若 则了之 弥真成妄 全妄即真 如风席日暖 复还水之本体耳 故知一切诸法 借由妄情所现 若离妄情 则当体全空 已故四大 贤师本性 六根 稀可互用 所以菩萨 不起灭定 献诸威夷 眼根 做耳根佛事 耳根 做眼根佛事 入地如水 屡水如地 水火不能浇如 虚空随意行驻 静无自信 稀随心转 古嫩言云 若有一人 发真归原 十方虚空 西皆消云 乃照见 无运皆空之时效也 归者归头 归还 及反照回光 赴本心性之意 然于反照回光 赴本心性 非先归心三宝 依教奉行不可 既能归心三宝 依教奉行 自可 赴本心源 测证佛性 既得 赴本心源 测证佛性 方知 自心自保 债迷不减 债务不争 但以 顺法性故 责得受用 违法性故 反受损伤 而利害天渊 窘别耳 正 归心堂拔 众生者 畏物之佛 佛者 遗物之众生 其心性本体 平等易如 无二无别 其苦乐受用 天地悬殊者 由秤性顺修 悖性逆修之 所知也 其理甚深 不易宣说 欲不废辞 孤以欲明 诸佛 至极修德 测证信德 譬如大元宝静 其体是同 知有光明 日是开模 施工不已 沉浸光发 高抬拙树 有行私印 大而天地 小而沉矛 身挪万象 秉燃其限 正当万象其限之时 而赴空洞虚祸 了无一物 诸佛之心 亦付如是 断尽烦恼获叶 原章智慧德相 近来际 以安住极光 常享法乐 杜九界 以出离生死 同正涅槃 众生全迷信德 毫无修德 譬如宝静蒙尘 不但毫无光明 即同体 亦被嗅遮 而不复现 众生之心 亦付如是 若知 即此同体 不限之费尽 具有照天照地之光明 从之 不肯废弃 日誓开磨 初则 略入同直 次则 渐发光明 唐能极力静磨 一旦尘够静静 自然欲行私印 照天照地 连此光明 静本自聚 非从外来 非从魔得 然不魔 则亦无忧而得也 众生被尘何绝 反望归真 亦付如是 剑断繁祸 剑争智慧 待至公元横满 则断无可断 正无可证 圆满菩提 归无所得 神通智慧 功德向好 于比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 了无意志 然虽如此 但负本有 别无心得 若违认信德 不起修德 则尽未来记 长寿生死 轮回之苦 永无负本 还原之日以 正朝阳佛教会 演说四 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而佛与众生 心形受用 绝不相同者 何也 以佛 则被尘何绝 众生 则被绝何成 佛性虽同 而迷雾迥异 故至苦乐生成 天渊玄殊也 若能详查 三因佛性之意 则无疑不破 无人不欲修习矣 三因者 正因 了因 原因也 一 正因佛性 即无人 即心本具之妙性 诸佛所证 珍藏之法身 此则 再凡不减 再胜不争 处生死而不染 居涅槃而不尽 众生 彻底迷背 诸佛 究竟原正 迷正 虽易 信长平等 二 了因佛性 此即正因佛性 所发生之正志 以 以霍游之事 霍游精教 得闻正因佛性之意 而得了悟 自由 一念无名 障必心源 不知六成境界 当体本空 认为实有 以至其贪嗔痴 造沙盗淫 由获造业 因业受苦 反令正因佛性 为起货造业 受苦之本 从之了悟 虽欲反妄归真 继父本性也 三 原因佛性 缘即住缘 既得了悟 即需修习种种善法 以其消除货业 增长福慧 必令所悟 本具之理 就近亲正而后矣 请以御明 正因佛性 如矿中金 如木中火 如镜中光 如壳中芽 虽父本具 若不了之 极佳烹念 转炎 磨龙 种植与则等缘 则金火光芽 永无发生之日 是知 虽有正因 若无缘了 不能得其受用 此所以 佛是一切众生 皆是佛 而急欲度脱 众生 由不了悟 不肯修习善法 以至长节轮回生死 莫之能出 如来于世 广涩方便 随机起离 既其反妄归真 备成何绝 正 成了常 往生发瘾 真性 在未正前 随恶缘 则成烦恼 而人不变 随善缘 敬缘 而成菩提 亦不变 譬如真经 打坐马桶 夜壶 虽日成分 而精性 仍然不变 打坐佛像 菩萨像 虽极其贵重 而精性 仍然不变 世间人 各具佛性 而常造恶业 如已经坐马桶 夜壶 太不知 自重了 三 父吕致明书 佛光者 使法界 凡胜生佛 即心 本具之 自体也 此体 灵明洞彻 占即长衡 不生 不灭 无始无终 肃穷三计 而三计 由之作断 横遍十方 而十方 以之消融 为之为空 则万得圆章 为之为友 则亦成不利 即一切法 离一切相 再凡不减 再胜不争 虽则 无眼莫能去 事便莫能宣 而复法法成他力 处处得逢渠 但由众生 从未误故 不但不得受用 反承此 不思一力 起获造业 由业感苦 致令生死轮回 了无以时 以常住之真心 受生灭之幻报 譬如 罪见污转 污时不转 弥味方宜 方时不宜 全属妄业所现 了无实法可得 已故 我世家世尊 世成佛道 测证佛光时探约 其哉其哉 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 智慧得相 但以妄想执着 不能证得 若离妄想 则一切至 自然至 无外至 则得现前 嫩言云 妙性原名 离诸名相 本来无有 世界众生 因妄有生 因生有灭 生灭名妄 灭妄名真 诗称如来 无上菩提 极大涅槃 二转一号 盘三云 心月孤原 光吞万象 光飞照镜 静意不存 心静俱无 富士何物 龟三云 灵光毒药 窘托根尘 体路真长 不拘文字 心性无染 本质原成 但离妄念 即如如佛 是知 佛祖种种言教 无非只是众生 本具心性 令其反弥归物 复本还原而已 正 佛光月报序 一切众生 具有佛性 常光 居凡 明暗通色远近 西街 彻照无疑 故不假日月 灯明 方能有见也 无奈众生 弥昧本性 被绝合成 至佛性 常光 便作烦恼无明 不但暗设远处 不能见 即尽在目前 若无日月灯光 虽泰山 亦不能见 况其他乎 由是轮回生死苦海 如芒无岛 了无出奇 正 李夫人 然登记 以下论物证 二空里 为言物 则利根 凡夫及能 如原教 明治未中人 虽五柱烦恼 豪未复断 而所悟 与佛无二无别 五柱者 见或 为一柱 思或 为三柱 此二柱 于界内 成沙或 无明或 共为一柱 此二柱 于界外 若曰 中说 则明大策大悟 若曰 教说 则明大开 远解 大策大悟 与大开 远解 不是依稀 仿佛 明了而已 如旁居士 闻马祖 带如一口 吸进西江水 吉祥如道 当下 顿无玄解 大会稿 文元物 熏风 自南来 殿阁升为梁 亦然 智者 送法华 致药王 本饰品 是真精进 师明 真法 供养如来 豁然大悟 急而入定 亲见 临山一会 俨然未善 能如是物 方可明 大策大悟 大开远解 若云证实相法 则非薄地凡夫 之所能为 难曰思 大禅师 智者之 得法师也 有大师会 有大神通 临终 有人问其所证 乃曰 我出自 其同轮 即十柱位 破无名 正十相 初入十报 分阵极光 初柱 即能于 百三千大千世界 四座佛生 教化众生 二柱 则千 三柱 则万 未未增数十倍 其小可哉 但已领重太早 只证铁轮而已 铁轮 即地十姓位 初姓 断建货 七姓 断私货 八九十姓 破尘沙 拂无名 南岳思 四居地十姓 尚未证实相法 若破一品无名 即证出注位 方可云 证实相法尔 智者大师 释迦之化身也 临终有问 未审大师 正入何位 答曰 我不领重 必尽六根 即实行位 或六根清净 如法华经 法师功德品所明 顺己立人 但登无品 无品 即观行位 原福五柱烦恼 而见货 尚未断除 偶艺大师 临终有记云 明知为中 真佛眼 为之必尽 复合人 明知为人 原物葬姓 与佛同仇 而见师尚未能服 何况忽断 莫是大侧大物人 多多是此等身份 无主界 为东坡 草堂卿 做乳工 由其上者 赤则海印信 为朱房玉女 又赤则 宴荡生 为秦氏子快 良以理虽动物 或未服除 易经受生 或至迷失耳 藏性 即如来藏妙真如性 乃实相之一名 偶艺大师 事居明智 智者 事居无品 南越 事居实性 虽三大师之本地 皆不可测 而其所示明智 观行 相似三位 可见实相 之不义正 厚尽之难超越 实恐后人 畏正畏正 故以身说法 令其自知惭愧 不敢忘理故耳 三大师末后 世未知恩 焚骨碎身 莫之能报 如自蠢度 果能悦此三师否乎 若曰 念佛悦经 培植善根 往生西方之后 尝试弥陀 高欲海慧 随其恭恨浅身 迟早 避正 避正实相 则是决定 无疑之词 而一切往生者 之所同德 而共证也 正 傅勇家某 居士书 五 有 二空 即我空 法空 我空者 位于 五因 色受 享心 时中 鸟子 若色 若心 色即色法 下四 即心法 细节 因缘和合而生 因缘 别离而灭 了无主宰之 使我可得 法空者 于五因法 了之 当体全空 心经 照见五蕴皆空 即是其意 指此法空之力 即是实相 由破无名 正实相 故曰 度一切苦恶也 实相者 法身离体 源离生灭 断肠空有等相 而为一切诸相之本 最为真实 顾名实相 此之实相 生佛同聚 而凡夫二成 游弥被固 不能得其受用 正 同上 故者 了了分明 如开门见山 拨云见月 又如明眼之人 清见归路 亦如酒瓶之事 忽开宝藏 正者 如旧路还家 习不安坐 亦如 此此账宝 随意受用 悟者 大心凡夫 能与佛同 正者 出地不知 二地举足 下足之处 是此悟正之意 自然不起上慢 不生退区 而求生 净土之心 万流 亦难挽回已 正 同上 佛法 诸中修持 必到行起解决 方有实意 于为 起之一致 亦当作吉 为其用力之吉 故至能所双望 一心彻路 行若未及 虽能观念 这有能有所 全是凡情用事 全是知见分别 全是知解 何能得其真实利益 为其用力积极 这能所情见消灭 本有真心发现 故古有 死木头人 后来道风 辉映古今 其利益 皆在吉之一字耳 正 赴梵古龙书 一 念佛所重 在往生 念之至极 亦能 明心见信 非念佛 于现世 了无所意也 念及情望 星空佛现 则于现生之中 便能 亲正三昧 见正边 与徐福贤淑 习 明教松禅师 日刻十万声 观音圣号 后于世间经书 西皆不读而知 正 赴谢成明书 以下论宗教 课论佛法大体 不出真俗二地 真地 则一法不利 所谓实际理地 不受一尘也 俗地 则无法不备 所谓佛事门中 不舍一法也 教则 真俗并惨 而多就俗说 宗则 急俗说真 而少除俗相 须知 真俗同体 并非二物 譬如大元宝静 虚名动策 了无一物 然虽了无一物 又赴 胡来 则胡现 汉来 则汉现 申罗万象 俱来 则俱现 虽赴群向俱现 仍然 了无一物 虽赴 了无一物 不妨 群向俱现 宗则 旧笔群向 俱现处 专说了无一物 教者 旧笔了无一物 处 详谈群向俱现 事中 则于事修 而明理性 不弃事修 教者 于理性 而论事修 还归理性 正所谓 称性起修 全修再性 不变随缘 随缘不变 事理两得 宗教不二矣 教虽忠向 由能得意 非上上立根 不能大通 以色伯固 忠虽忠向 难以错心 而上根 便能大策 以守约固 教者 似法佛法 事理性向 西皆通达 又须 大开远景 及宗门 大策大悟也 方可做 仁天导师 宗则 掺破一个话头 亲见本来 便能产 直指中风 佛法大兴之日 即佛法大通之人 以一中参就 欲如生窑画龙 一点经 则及时飞去 佛法衰弱之时 即速根漏裂之事 以一教修持 欲如着弓作弃 费神墨 则终无所成 正 宗教不移 混乱论 以下论持咒 持咒 以不知义理 但只致诚 恳切持去 结成之极 只能夜宵至朗 仗尽服从 其利益 有非四亿 所能及者 正 赴张云雷书二 持咒一法 但可做住行 不可以念佛 为奸代 以持咒 做正行 但须 诅注分明 则注亦归主 见正边 傅永家 某居士书一 福持咒法门 虽亦不可思议 而凡夫往生 全在信愿真切 与弥陀洪世大愿 感应道交 而蒙皆隐耳 若不知此意 则法法头头 皆不思议 随修合法 皆无不可 变成 无禅无净土 铁床并同住 万劫与千生 每个人 医护矣 若知 自是 巨富凡夫 通身业力 匪障如来 红世愿力 绝难及生 定出轮回 方知 净土一法 一代实教 皆不能 比其利用耳 持咒诵经 以之之福慧 消罪业 则可以 若妄意欲求神通 则所谓 舍本逐末 不善用心 唐此心固结 又付理路不清 借力不奸 菩提心不生 而仍我心偏斥 则遭谋发狂 尚有日在 福 欲得神通 须先得道 得道 则神通 自聚 若不自利于道 而为求忽通 且无论通 不能得 即得 则获 反障道 故诸佛诸主 皆言尽之 而不许人 修学焉 正 傅永家 某坤记书 以下论出家 福 佛法者 乃九法界 公共之法 无一人 不当修 亦无一人 不能修 持咱念佛者多 推其孝 则法道兴隆 风俗纯善 此则唯恐其不多 愈多 则愈美也 至于出家为生 乃如来 未助持法道 与流通法道而设 若其立项上至 发大菩提 研究佛法 彻悟自信 弘三学 而偏占净土 即一生 以顿托苦伦 此意唯恐不多 多多 则亦善也 若或稍有信心 无大志向 欲戒为生之名 游手好闲 赖佛偷生 名为佛子 时事昆明 即令不造恶业 以示法之败总 国之废人 倘或破戒造业 移入佛教 众令生逃国法 决定死堕地狱 于法于己 两无所义 如是则 依尚不可 何况众多 古人为 出家乃大丈夫之事 非将相所能为 乃真语 实语 非亦将相 而阳生且也 良以赫佛家业 续佛会命 非破无名 以赴本性 弘法道 以利众生者 不能也 以后求出家者 第一 要蒸发 自利利他之 大菩提心 第二 要有过人天知 方可替落 否则不可 自若女人 有信心者 即令在家修行 万万不可 令其出家 恐其或有破绽 则物败佛门 不前已 难若真修 出家更易 以其参访之事 依止丛临也 女若真修 出家返难 以其动辄 昭逝 击贤 诸凡 难随己 也 如上 简则剃剃度 不度离生 乃末世 护持佛法 整理法门之 第一要义 正 赴谢荣托书二 唯我是子 以成道 立生 为罪上 报恩之事 且不仅 报答 多生之父母 并当 报答 无量节来 四生六道中 一切父母 不仅于 父母生前 而当孝敬 且当 度托父母 之灵事 使其 涌出苦轮 常住正觉 故曰 世事之孝 惠而难明 则也 虽然 如之孝 以奉养父母 为先者也 若世事 辞亲出家 其尽不顾 父母之恙乎 福 佛志 出家 必禀父母 若有兄弟 子子可托 乃得 禀请于亲 亲允 方可出家 否则 不许 替落 其有出家之后 兄弟或顾 亲无以托 亦得 简其一波之之 以奉二亲 所以 长庐 有养母之方中 宋 长庐 忠仪 禅师 襄阳人 少姑 母 臣氏 居养于 旧家 集长 伯通 试典 二十九岁出家 申明中药 后住 长庐寺 寅母于方丈 东室 劝令念佛求生 净土 历七年 其母念佛而逝 事件净土 圣贤路 道批 有丈夫之 义姬 道批 唐 宗室 长安人 生死 周岁 父末王氏 七岁出家 年十九 嗜乱古贵 父母入华山 自辟谷 弃食父母 次连往霍山战场 收据白谷 钱送经咒 奇得复古 数日 复古从古剧中要出 执意披钱 来掩鱼谷 复其复古 而归藏焉 事件 宋高僧传 故金云 供养父母功德 与供养一生 补促菩萨功德等 亲倾 则善巧劝欲 令其持哉念佛 求生西方 亲末 则以己读诵修持功德 常识至成 未亲回向 令其涌出五拙 长辞六趣 忍证无声 地灯不退 今来寄 以度托众生 领自他 以供成绝道 如是 乃为不与事共之大笑也 正 佛教以笑为本论 以下论傍佛 佛之闽念众生 前自无始 后尽未来 上至等觉菩萨 下集六道凡夫 无一人 不在大悲 誓愿迷伦之中 辟如虚空 朴寒一切 身罗万象 乃至天地 惜所包容 亦如日光 朴照万方 众令生芒 必是不见光相 然亦承其光照 得以为人 始无日光照足 便无生活之源 其必倾见光相者 方为蒙恩乎 彼世智便冲者 以己居须之见 辟搏佛法 为其害圣道 而获释污名 与生芒骂日 为无光明者 了无有益 一切外道 衔接窃取佛经之意 以为己有 更有窃取佛法之名 以行写法 是知佛法 乃世出世间之道本也 犹如大海 前行地中 其滋润流露 则为万川 而万川 无一不归大海 彼磅佛者 非磅佛也 乃自磅耳 以彼一念心性 全体是佛 佛使如是 种种说法教化 既彼舍迷归物 轻证自己 本具佛性而已 以佛性 最为尊重 最可爱惜 故佛 不惜如是之勤劳 及不信受 亦不忍 弃舍耳 使众生 不惧佛性 不堪作佛 佛徒未 如是施舍 则佛便是世间 第一痴人 亦是世间 第一大妄语人 彼天龙八部 三成贤胜 尚肯互卫 医子互斋 正 佛遗教经解续 世人未读佛经 不知佛 既是度生 之身谋远虑 见 寒 欧 成 诸等 辟佛 便以从政 辟邪为己任 而人云亦云 四口污蔑 不知寒欧 绝未看过佛经 寒之原道 指极灭二治 是佛法中化 其余皆老子 庄子中化 何由大滇禅师 启迪 遂不伴佛 欧者为寒是中 其辟佛之根据 以王正衰 而仁义之道 无人提倡 故佛得成见而入 若使之前所述 佛随顺其余 既是度生之道 当不自以佛为中国患 而欲足之也 欧以试唱 学者以欧为宗师 悉以批佛 试则试孝 明教大师 欲救此弊 作辅教鞭 上仁宗皇帝 仁宗 试汉未公 汉试以试欧 欧经约 不亦生中 由此人也 黎明当仪见之 次日 汉陪明教网见 畅谈终日 自知不复辟佛 门下事 受明教之教 多皆 极力学佛语 成诸读佛大成经 清尽禅中善之事 慧德经中 全是吉礼 即中门 法法头头 慧归自心之意 便以为大德 使为辩阅大小成经 及清静各中善之事 遂直礼废事 波无因果 为佛所说 三是因果 六道轮回 乃骗余夫余妇 奉彼教之根据 实无其事 且为人死 行迹朽灭 神意飘散 众有错着冲谋 将何所失 神已善已 令谁脱生 由是恶者放心造业 善者亦难自免 序 佛学图书馆 缘起 以下论戒律 自言持戒 且先守佛两句略戒 其戒为何 曰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此两句 包罗一切戒法 了无有疑 此信如来 戒经终于 文昌帝君 隐而用之于 因至闻 切勿为 缘出于 因至闻也 此两句 泛泛然是之 似无其特 若在举心动念处 简点 则能全手无范 凡起心动念 不许蒙一念之不善 则诸戒 均可原持 见续编 赴颂会战书 其人已深入于 圣贤之寓意 三 赴臣飞轻书 律 不读子 出击而已 若不读尽纯成 即为范律 而因果 又为律中刚骨 若人不知因果 即瞒因媚果 皆为为律 念佛之人 举心动念 常与佛和 则律教禅 一道其行矣 正 赴谢成明书 三规五界 为入佛法之出门 修于法门 皆需依此而入 况及生 了脱之 至简至意 至圆至顿之 不思意净土法门也 不省三叶 不辞五界 即无复得人身之分 况欲得莲花化身 具足向好光明之身也 正 赴高少林书 三 受戒一事 若男子出家为生 必须入堂习仪 方知 丛林规矩 为生仪则 则游方行脚 了无防阻 否则 十方丛林 莫游柱子 若在家女人 家之丰厚 身能自主 亦是受戒 亦非不可 至于身家穷困 何必如此 但于佛前 恳切之成 忏悔罪业 亦七日 至世受戒 至第七日 对佛畅言 我弟子福贤 世受五戒 为满分幽婆仪 幽婆仪 此云 尽是女 为继受五戒 堪是佛故 满分者 无戒全此也 男子受戒 名幽婆舍 此云尽是男 编者尽住 尽行受不杀生 尽行受不偷盗 尽行受不淫欲 若有夫女 则曰不邪淫 尽行受不妄语 尽行受不饮酒 如此三说 极为得戒 但自自行受持 功德并无优劣 却无为自是受戒者 唯不如法 此夕梵网经中 如来圣训 正与徐福贤淑 以下论中阴 中阴者 即世神也 非世神化为中阴 即属所谓灵魂者 言中阴七日 亦死生 七七日 必投生等 不可拟职 中阴之死生 乃及彼无名心中 所限之 生灭相而言 不可呆坐 世人之死生 相以论也 中阴受生 即则 一谈之请 即向三徒六道中去 此者或至七七 并过七七日等 初始之人 能令相识者 或鉴于昼夜 与人相接 或有言论 此不读 中阴为人 即以受生 善恶道中 亦能于 相识亲固之前 亦为现行 此虽本人意念所现 其全时 超于主造化之神奇 欲与张事 仍死神明不灭 即善恶果报 不虚耳 否则阳间人 不知阴间事 则仍死 行迹朽灭 神意飘散之论 必知群相附和 而与世之人 同现于 无因无果 无有来生后世之生坑 将见善者 则亦不加 替力 以修德 恶者 便欲穷凶及欲 以造恶意 天地鬼神 于人明知此事 故有王者 献身于人事 洋人 祖行于幽明等 皆所以俯辟佛法 亦占之道 其理甚为 其关系甚大 此种事 古今再及甚多 然皆为民言 其权之所致 并其事之关系之利益而 正 赴梵古龙书二 死之以后 尚未受生于六道之中 名为宗殷 若以受生于六道中 则不明中阴 其妇人说苦乐事者 皆其神事 作用而 投生 必由神事 与父母经血合合 是受胎时 即以神事 住于胎中 生时 没有亲见其人 之若母事者 乃兴有父母 交构时 代为受胎 代其胎成 本事方来 代事 谁去也 原则之母 怀孕三年 代及此种 秦世尔 此曰 长途通论 须知 众生业力 不可思议 如敬业已成者 身为王 而神陷净土 恶业深重者 人卧病 而神因 乏于幽民 命虽未尽 事已投生 代至将生 方是全分心神 腹笔胎体 此理故意 非全无也 当已有待 为受胎者 为长途多分儿 三界诸法 为心所现 众生虽弥 其业力 不思一处 正是心力 不思一处 亦是诸佛神通 道力 不思一处 正同上 以下论 仕途 凡圣同居 方便有于二土 乃曰 代业往生之凡夫 与断见思获之 小圣而立 不可约佛而论 若约佛论 非但西方四土 全体极光 即此 五着恶事 三图恶道 自佛是之 何一不是极光 故曰 毗奴遮纳 便一切处 其佛所著 明长极光 便一切处 知长极光土 为满正光明 便造之 毗罗遮纳法身者 轻得受用耳 于皆分正 若实性已下 至于凡夫 理则有 而事则无耳 欲详之者 当戏言弥陀要解 论仕途文 而泛罗玄意 亦附俱明 毗卢遮纳 华言光明 便造 一云 便一切处 乃一切诸佛 就近几果 满正清净法身之通号 圆满报身 卢遮纳 卢遮纳 华言净满 若释迦 弥陀 药师 阿处等 乃化身佛之 各别名号尔 卢遮纳 华言净满 以其霍业净净 福慧圆满 乃约 至断 二得所感之果报而言 又须知 十报极光 本属一土 约称信所感之果 则云十报 约就近所正之理 则云极光 出注 出入十报 分阵极光 妙诀乃云 上上十报 就近极光 是出注 至等觉 二土皆属分阵 妙诀极果 则二土皆属就近耳 讲者 于十报 则为约分阵 于极光 则为约就近 极光无相 十报巨足 华藏世界海 为陈述 不可思议 为妙庄严 譬如虚空 体非群相 而一切诸相 由空发挥 又如宝镜 虚名洞彻 了无一物 而复胡来胡献 汗来汗献 时报极光 极一而二 极二而一 欲人一了 作二土说 正傅永家某居士书五 以下论设立 言设立者 戏范语 此云生骨 亦云灵骨 乃修行人 戒定惠吏所成 非练精气神所成 此代心语道合 心语佛合者之表象耳 非特使而烧之 其身肉骨法 便为舍利 古有高生沐浴 而得舍利者 又血盐清禅师剃头 其法变成一串舍利 又有自心念佛 口中得舍利者 又有人刻龙书净土文版 版中出舍利者 又有秀佛秀经 真下得舍利者 又有死后烧之 舍利无数 门人皆得 由于远游未归 即归至迹向前 感慨悲痛 遂于向前得舍利者 常庆贤禅师 焚化之日 天大起风 焉飞三四十里 焉属到处 皆有舍利 遂群收之 得四弹鱼 当之舍利 乃道利所成 担家不知所以 妄义是 精气神之所恋耳 正 付利盈手书 编者静暗 应大师 涂皮之一碗 简得五色色利珠 百余颗 晶圆银彻 异役有光 又有大小色利花 及血色利 牙齿色利 三十二颗等 共千余利 再三之术 莫不惊为稀有 又无习原德常居士 简得灵骨 骨蟹 西归 底家启事 忽见古中 现有无数色利 光耀夺目 赴此一致景仰 佛设利更为神变无方 如随文帝 未作皇帝时 一范生 正设利数利 即登即后 四之 则有许多利 数百 应修五十多座宝塔 阿玉王四之设利塔 可捧而观 人各意见 或一人一时 由大小高下转变 即颜色转变 即不转变之不同 是不可 以凡情彻度者 世人 以凡情彻佛法 故止得其损 不受其意也 三 赴阳配文书 以下论 弊乡 弊乡者 于弊上燃乡也 凌峰老人 日食嫩盐 泛亡二斤 故于燃香一世 颇为贫硕 良以一切众生 无不爱惜至深 保重至深 于他 则杀其身 食其肉 心更欢乐 于己 则蚊杂盲刺 便难忍受已 如来于法华 嫩盐 犯网等大成经中 称赞苦恨 令其燃身 弊子 供养诸佛 对治贪心 及爱惜保重 至深之心 此法于六度中 人属不失度舍 燃香燃身 皆所未舍 必须至心懇切 养其三宝加疲 为欲至他夜宵会朗 罪灭福争 言至他者 虽时未己 又须以此功德 回向法界众生 故云至他 绝无一毫 为求明文 及求世间人天 福乐之心 唯为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而行 则功德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 所谓三伦体空 似弘普色 功德由心愿 而广大 果报由心愿 而述获 其或心目虚明 涂以执着之心 效法除着之行 且莫说燃必香 即将全身通然 亦是无意苦恨 正赴丁福宝书 以下论境界 念佛人 临终蒙佛接应 乃生佛感应道教 虽不理想心 亦不得为 独世想心所献 绝无佛圣迎接之事 心造地狱 临终 则地狱向现 心造佛国 临终 则佛国向现 为向随心献 则可 为为心无尽 则不可 为心无尽 须是原正 为心之大觉 世尊说之 则无过 阁下若说 则度断灭之见 是破坏如来 修正法门之邪说也 可不胜诸 正赴固显为书 来书所说 二种邪见 乃以凡夫之见 测度如来境界 此种人 本无有可与谈之 资格价值 然佛此广大 不强一物 不妨设宜方便 以行彼迷梦 佛由其了无贪心 故敢此重宝庄严 诸凡化现 不须人力经营之 殊胜境界 其可与娑婆世界 之凡夫境界相比乎 譬如 慈善有德之人 心地行为 惜皆正大光明 故其相貌 亦现慈善光华之相 彼顾无心求相貌 容颜之好 而自然慧好 造业之人 其心地 龌龊污秽凶恶 其面亦随之暗秽凶恶 彼顾惟面色之好 宁人以己为 正大光明之善人 而心地不善 众求亦了不可得 此曰凡夫眼见者 若鬼神 则见善人 身有光明 光明之大小 随其德之大小 见恶人 则身有黑暗 凶煞等相 其相之大小 亦随恶之大小而现 彼为金刚经为空 不知金刚经 乃发明理性 为言极正理性 而所得之果报 实报无障碍土之庄严 及金刚经 究竟所得之果报 凡夫闻之 故当仪为 无有此事 三 赴于慧玉 成慧场书 以下论神通 他心通 有种种不同 且约正道者说 如树安 无论问何书 即能 一一颂得清楚 一字不错 其人 数未读书 何以如此 一夜尽晴空 心如明镜 当无人问时 心中 一字亦不可得 及之问者 将自己 先所越过者 见问 彼虽久而不济 其八事田中 已存那此 诸言句之银子 看佛经 亦如此 古人为 亦染是神 勇为道种 当于此中 地性 其人 以无名顾弊 了不知觉 而此有 他心通者 即于比 心事银子中 明明朗朗见之 故能 谁问 谁诵 亦无差错 即比 问者 未见此书 亦能于 愚人 见者之心事中 未比 诵之 此戏 以他人之心 作己心用 非其心 常有 许多经书 记忆 不忘也 正 傅永家 某居士书 四 以下论外道 自可显现已 道教 约缘出正传 亦不以念丹运气 唯求长生为事 后世 凡依道教而修者 无依 不以此为正中也 佛教 大无不包 细无不举 不但身心性命之道 发挥庆静无余 极小 而弑地中 孝涕忠信 离义廉耻等 亦豪善浮疑 唯于念丹运气等 绝无一致言及 而且身以为戒 以一者 令人知身心为幻望 一者 令人保身心为真实耳 此所谓心 乃至随缘生灭之心 非本有真心也 念丹一法 非无利益 但可言连易受 即而至于成先升天 若曰了生脱死 乃属梦话 正 赴利盈守书 今之外道 便世间皆是 以佛法生妙 人莫能知 彼遂窃取佛法之名 而不知其意 遂念丹运气 保身之法 认作了生脱死之法 且彼等既不知 生死因何而有 故瞎造谣言 为念经化气 念气化神 念神还须 附和一处 为得道 实则完全是 弑神用事 心性真如实际之理体 绝未梦见 上知许云 六祖乱传法 法规在家人 生家无有法 词语不但说之于口 而且彼之于书 以假毁真 以邪为正 无知无事之人 遂被彼所获 而彼外道 能辩传于侍者 得利有二种法 医者密传 为医德名师真传 不修即成 故神奇说曰 老鼠听见 老鼠都会成 雀子听见 雀子都会成 故其传道时 必须在密室中 小声气说 外面上要派人寻查 恐有道听者 二者 言是禁令 虽父子夫妇之亲 君不语说 说之必受天谴 故于未传道前 先令发咒 后若返道 则受如何之惨暴 发咒以后方传道 此后众有知其非者 以其具咒神 宁死也不敢出此道外 而学佛法 假使外道 去密传而公开 谱令大家同文 亦不令人发咒 则举世之人 有几个肯入 彼道者乎 序与专会句书 以下论圣缘 人之入道 各有十节因缘 既因文操 而知佛法 从事修持 即是归一 观此文操精华路 亦然 编者尽著 不必又复行 归一礼 方为归一 不行归一礼 不明归一也 但愿辱能 一到底 不忠辩 即真归一 三 赴金正清书 福人 术士果种善根 且无论未学求道 可为出世 大事之前谋 即贪嗔痴等 烦恼祸业 疾病颠连 种种恶报 皆可以做 出生死 入佛法之因缘 故其人 只能自反于否尔 不能自反 且无论路路庸人 为世教之所居 即会安 阳明 静节 放翁等 虽学问超辞见地 西皆奇特着落 然亦究竟不能 彻悟自心 了脱生死 其学问超辞见地 虽可与无上妙道坐基 由不能自反 今为入道之障 可知入道之难 真难于登天已 正 傅永家某居士书 一 诸佛 以八苦为师 曾无上道 嗜苦 为成佛之本 又佛宁弟子 最初集修 不敬观 观之久久 即可断获正真 成阿罗汉 这不敬 又为清净之本 北居卢州之人 了无有苦 故不能入道 难言福提 苦事甚多 故入佛道 已了生死者 莫能穷属 使世间 绝无生老病死 刀兵水火等苦 则人各醉生梦死于 义乐中 谁肯发出世心 以求了生死乎 正复原福求书